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好 心理棒 欢迎收看健康新主张 大家好 我是奎嫂 大家好 我是大牛 每周三周四的晚上 大牛和奎嫂在都市频道等着您 咱们一起来一个健康的约会 如果您有什么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 需要解答的话呢 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栏目 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就解决您的问题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 直接留言我们都能看见 或者干脆拨打热线电话 043189089000 电话留言也行 还有您可以加我们都市融媒的微信号 这样都市频道就是您的一个微信好友 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 咱们还能在朋友圈里互相点个赞 同时进入集市通APP 您可以再见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被关 大牛 聊今天话题之前 我先考你一道题 一天哪整老学题呢 我就问问呢 就这么考着考着 大牛就进步了 我先考不考就考糊吧了呢 问吧 是脑筋机转弯还是推理问题 都不是 就是一道常识题 说世界上有三件事 你根本没有办法隐藏 是哪三件 你看考得我手里来了吧 世界上无法隐藏的三件事 一个是贫穷 一个是爱 对 还有一个是 什么猛 什么什么 啥呢 你猜 你猜 我这 这家伙铺垫了半个小时 这家考我手里了 这家大哥 你倒别用我提示你 是不是 你用你不自己 这家说得头头是道 分明没计全 告诉你还有一个是啥 贫穷爱 第三样就是咳嗽 对 我想起来了 就是咳嗽 仔细想想说的 真有道理 这个咳嗽我跟你讲 越想忍 越忍不了 对 而且是 咳得哪哪都疼 疼也得咳 要是不咳嗽 就不咳完 它不能停 对吧 你对咳嗽的感触 还是挺深的 对 还有就是 想掩盖你刚才 这个问题 没回答上来 这种尴尬 我是理解你的 我只是没有回答全面 不是没回答上来 这俩概念你要搞清楚 对 好了 咱就说说咳嗽这个事 大伙肯定都咳嗽过 咳嗽这事 要想说清楚 就得从引发咳嗽的原因 咱说起 比如说像冬春交替 或者冬天特别冷 或者等等 就地节的 温差大的时候 空气的质量 或者身体患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 都容易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咳嗽了 刚才我们说咳嗽藏不住 其实大人咳嗽还好 如果要是孩子咳嗽 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段视频 咳嗽是少儿冬季里多种呼吸道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儿童中有70%到80%是以发热伴随咳嗽或单纯咳嗽为主 针对小儿咳嗽各种治疗方法常常难以奏效 最终导致12%的患儿会发生病发症 24%的小儿需要复诊 专家解释 咳嗽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 一些家长认为孩子一咳嗽就马上用症咳样直接症咳 这有可能给患儿带来不良影响 你要是盲目的治疾肯定不管用 你要是一个咳嗽 你想分出来是一个为什么咳嗽 才会来一个对应的一个治疗 你要是它是过敏性咳嗽 你肯定要用抗过敏的治疗 它好多孩子其实有好多方面的原因 比方说它有一个橄榄 一个橄榄外加一个过敏性咳嗽 这两方面的原因 它就引起一个孩子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期咳嗽 这样你肯定两方面都要需要治 小儿咳嗽给家长带来无尽的烦恼 而治疗咳嗽的药物更是铺天盖地 对于该不该用抗生素 患儿家长也很疑惑 临床上一般将咳嗽分为外感咳嗽 和内伤咳嗽两大类 小儿以外感咳嗽多见 症状主要以咳嗽为主 但有发热 鼻塞 干咳少痰 或咳嗽痰多 胸闷气短等 不同类型的咳嗽 在用药上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小儿咳嗽 首先要明确诊断 针对不同病因和病性进行治疗 刚才这个短片里说了 说这个咳嗽还分很多种 有可能是感冒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还有可能是过敏咳嗽 这病根就不一样 分不清楚瞎吃药真容易治不好病 到吃出新毛病 对 吃出新毛病 尤其是什么电视机前的宝爸宝妈 在应对小儿咳嗽的时候 一定不能盲目用药 咳嗽 就吃止咳药 咱就吃剩不就得了吗 或者一咳嗽就用震咳的 或者用抗生素消炎治疗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为了孩子好 你用药不当 还可能会引发儿童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这导致孩子患上其他的并发症等等 这家长还是应该注意 是 我想问问你 像孩子咳嗽 在医院治疗之后 是吧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食疗的办法可以缓解 我觉得饮食这会儿也挺重要的 应该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一般家长都知道孩子在有咳嗽症状这个期间 一定要多喝水 注意保暖 吃水果 蔬菜 就少吃油的腥的这类的 但如果要是过敏引起的咳嗽 哮喘这类的情况 我觉得饮食就应该更加格外注意了 孩子对什么过敏 那就一定不能碰 而且容易引发过敏的鱼 虾 零食 饮料 冰糕 等等这类的东西 过甜的 过咸的 都得注意 我听说过一个治疗咳嗽的法子 说准备几瓣蒜 煮水15分钟等温热了给孩子喝这个蒜水 你说这招我也听过 三牛 不过效果来讲得因人而异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了一条短片 介绍几个应对孩子咳嗽的食疗办法 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1. 甘蔗 秋天的甘蔗是滋养肺部最好的水果之一了 它有着非常好的润肺止咳的功效 而且甘蔗的汁水很多 对于治疗咳嗽引起的口舌干燥 也有不错的疗效 如果你咳嗽的话 不妨吃点甘蔗 让宝宝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2. 萝卜蜂蜜水 将萝卜洗干净之后切片 然后放入干净的碗中 随后加入蜂蜜以及白胡椒 还有麻黄 放入锅中蒸煮半个小时之后服用 服用之后躺在床上 发汗之后就可以了 具有止咳化痰以及发汗散寒的作用 特别是治疗 由于风寒所导致的咳嗽情况 效果更佳 对于治疗 由于风寒所导致的咳嗽情况 都是对于痰多以及怕冷 身体倦怠等情况 也有不错的治疗效果 在这儿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食疗的方法 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真正的病症还得用药物来治疗 对 这边吧 已经咳嗽都不行了 那边还等着食疗起效呢 那不就大暗物了吗 对啊 还有呢 就是除了一些药物以外 其他的治疗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 比如说 这个在感冒的过程当中 你拔罐了 这个你上火就可以刮沙了 等等 对都很有效 你说的吧 这都是大人能接受的方法 你说孩子咳嗽上的 拔罐刮沙 能不玩的吗 这个是不能啊 但是呢 真有一样方法 还挺适合孩子的啊 这样我们通过一个视频 先去了解一下 拿风驰与颈夹脊 风驰穴在枕骨下 当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 左右各一 颈夹脊脊椎 颈夹脊椎 位于颈部正中线两侧 第一至第七脊椎脊涂下缘 旁开0.5寸 操作时 用拇指与石中二指 拿风石与颈夹脊 依次从上至下 拿捏至大椎平面 一到两分钟 推拿治疗小儿风寒咳嗽 第一步 清肺瓶肝 第二步 按摩肺数学 第三步 速肺法 第四步 揉外劳工 第五步 拿猎缺 第六步 拿风石与颈夹脊 这个小儿推拿 之前我也听说过 但效果到底怎么样 还真是不太清楚 给你推肯定是不一定好用了 因为你已经不是小儿了 别说我了 我是想问你 你家孩子 做没做过这个推拿 效果怎么样 我家孩子还真是体验过 我觉得效果还行 是吧 不过每一个孩子的病情不一样 情况也不同 所以效果也不一定说 对谁都好使 这没有任何一个方子治白病 对我觉得吧 还是得看孩子的病情是个什么情况 要是呼吸道反复感染 我觉得可能光用推拿的办法 它就不行了 对吧 你说的呼吸道感染 实际上是儿童一种常见的疾病 因为儿童的呼吸道的结构和功能 还没有和成人一样发育的完全和完善 所以比成人更容易出现这些呼吸道的疾病 除了咳嗽 还有发热 咽痛 食欲下降等等 如果家长不及时就诊的话 可能会引起多种并发症 像中耳炎 急性心肌炎 肺炎 气管炎炎等等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说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具体的原因和防治 我们请来了长春市儿童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的主任 薛斌医生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一起给电视机前的宝爸宝妈们 讲一讲 那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新主张演播室的呢 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主任 薛斌医生 薛医生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又是大家好 又是这么简洁 但是我们薛医生给大家在讲解病情的时候 还是很细致的 今天呢 把您请来呢 是要谈一谈这个呼吸道感染的问题 对 就是先问的就是 这个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呢 这个临床上吧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去这么解释 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家长呢 把孩子领到医院 判定是感冒 或者是呼吸道感染以后 他仅仅是针对这次的感冒 或者是呼吸道感染 去进行这个相应的治疗 得到缓解以后呢 他就会认为好了 或者没有事情了 但反复呼吸道感染 不是这样治疗的 所谓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呢 就是指你一年内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次数 过于频繁了 超过了一定的范围 这范围大概是多少次呢 就会被定义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这个根据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部位呢 又分为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和反复下呼吸道感染 那根据年龄的不同 就是孩子年龄的不同 咱们对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也不同 不一样 0到2岁的婴幼儿 一年内发生上呼吸道感染次数达到7次 知气管染的次数达到3次 肺炎的次数达到2次 就会被定义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或者是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或者是反复下呼吸道感染 而2到5岁的孩子呢 一年内发生上呼吸道感染次数达到6次 比刚才年龄段的孩子少了一次 对 知气管的次数呢 两次 肺炎的次数两次 就会被定义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而5到14岁的孩子呢 一年内发生上呼吸道感染次数5次 知气管染的次数两次 肺炎的次数两次 就会被定义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你想想 有很多的孩子一年内得知气管染的次数 甚至肺炎的次数 可能远远大于2次 或者3次了 那他就需要 或者是可能会被定义为反复呼吸道感染 那你所以后涉及到的治疗方案 可能也需要调整或者是改变 那我想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情况呢 根本上来说 这是与儿童的呼吸道的解剖生理特点 和它的免疫功能不成熟有关系的 当然 像微量元素的缺乏 微量元素维生素的缺乏 环境污染 室内的吸烟 被动吸烟 包括一些慢性的上期道的一些病灶存在 包括护理不当等等因素 都可以导致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当然对于一些反复肺炎的孩子 那他多数都是存在着一些基础疾病 比如说先天性的免疫缺陷 先天性的气道发育异常 等等等等 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多因素的一个 综合到这么一个情况 环境 你自身的体质 免疫功能 感染的情况 护理不当等等 很多的因素 还是由于你后天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各方面的导致的 所以说家长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就需要咱家长去要深层次的去思维一些这些相关的问题 去改变咱们可能的不良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做法 好 您刚才提到了说 反复呼吸道感染一旦被确诊了之后 它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就是和你偶尔的这一次呼吸道感染的治疗不一样 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治疗有什么特点呢 对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治疗 应该是综合考虑的 它应该是根据患者个体的不同 综合的制定治疗方案 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治疗 首先要是一般治疗 比如说去除环境因素 合理的喂养 合理的补充 微生素和微量元素 去增强孩子的体质 加强锻炼 加强运动 去改善孩子的自身能力 然后避免被动吸烟 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 干净 整洁 培养良好的维生习惯 等等 这都是注意休息 平时注意休息 这个都是咱们一般性的治疗 其次可能就是要针对病因 针对基础疾病 去治疗 那如果我存在着慢性的鼻痘炎 慢性的咽咽 甚至我有先天心脏病的因素等等 那我可能要针对这个病因 或者是基础疾病 那我可能要针对性的治疗 在急性期的时候 可以开始抗感染治疗 我到底是什么感染的 是细菌感染 还是病毒感染 还是特殊的病原体感染 比如说治愿体 医愿体感染 那我要针对感染 要控制这个感染 在急性期的时候 我可能还需要一些对症支持治疗 比如说发烧了 咳嗽了 我都应该怎么去对症治疗 再有针对反复护医道感染的治疗 那就是合理的去应用疫苗接种 除了国家规定的预防接种以外 可以在高危人群 或者特殊季节里 合理的接种一些预防感染的疫苗 再有就是可能大家 平时患者都很关心的 免疫调解剂的应用 具体的应该去根据孩子自身 咨询临床医生 去合理的合适的去应用免疫调解剂 其实反复护医道感染的防和治是相结合的 对 那在这个高危因素 就是引发反复护医道感染的因素当中 现在比较明确的都有哪些 您再给家长来说一下 生理遗传因素包括低出生体重儿 早产儿 包括先天的祈祷发育异常 其次就是环境和护理因素 缺乏母乳未养 比如说被动吸烟 吸二手烟 甚至参加优托机构 过早的社会化 咱们有很多家长 我这孩子一上幼儿园就有病 在家带着就没事 就没病 这其实都是引发反复护医道感染的因素 还有就是一些应激反应 身体的应激反应 比如说有些家长说 我昨天这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了 摔了 然后第二天就发烧了 第二天就发烧了 这都属于身体的应激反应 特别感谢谢医生 刚才我问的这些问题 您回答得很细致 我觉得虽然很多名词 我没听太清楚 可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些 回去之后我慢慢消化 但是您今天要来的消息 我们通过我们的朋友圈 就发布出去了 然后有好多我们都市融媒的好友 就在我们朋友圈下直接留言 问了很多问题 因为一关注到自己的孩子 大家都特别关心 所以接下来辛苦您 再给我们回答一下未有的问题 好吧 好 时间交给大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网友提出的问题 第一位网友问 您说孩子现在七岁了 近三个月早上起了咳嗽 只是早上咳嗽 其余时间不咳 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 早上咳嗽 三个月早上起了咳嗽 首先咳嗽是咱们儿童呼吸系统 最常见的症状 咳嗽多数都是由于 呼吸道的异物炎症 包括一些物理化学因素 刺激呼吸道的粘膜 通过咳嗽中枢以后引起的咳嗽动作 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 这个孩子他仅仅早上起来咳嗽 其他的时间并不咳嗽 而且长达时间三个月 这个时候要进一步的去判断他咳嗽的性质 他到底是肝咳 还是有痰咳嗽 如果他是肝咳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 比如说环境因素 比如说饮食因素 比如说过敏因素 或者要考虑他慢性气道炎症的存在 那比如说他是有痰咳嗽 因为这个家长并没说清楚 那如果是有痰咳嗽的话 那就要考虑你是上起到分泌物炎起的咳嗽 还是下起到的分泌物炎起的咳嗽 那可能处置起来都不一样 从他大致描述的情况看 应该考虑有些疾病可能性不大 因为三个月以上的咳嗽 临床上定义为慢性咳嗽 慢性咳嗽 咳嗽变现哮喘 第一个他不支持 因为他业内没有咳嗽 其他的特殊因素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 吸引性的咳嗽 视酸力细胞性的咳嗽 他都不支持 从他对方 更可能 是一个上起到咳嗽综合症 建议还是上医院去判断一下 他慢性咳嗽的病因 病因 然后才好确定他进一步的指导方案 好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你们家最近 来了什么东西了 或者地毯了 或者什么东西可能引发的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样 好大牛 咱们看下一个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网友说孩子现在是十个半月 感冒咳嗽 流鼻涕 吃安儿宁三天后还是咳嗽有痰 问是不是应该换药了这种情况 十个半月 这个十个半月 小婴儿感冒咳嗽 流鼻涕 典型的感冒症状 这个给予对症的感冒药治疗 这个感冒出现一些感冒症状是正常的 咱们绝大多数都是给予对症的处置 强调的是一般护理 不强调特殊用药 当然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或者是感冒以后可能引起合病症或者并发症的 可能要考虑进一步的治疗或者用药 但是从他目前所说的症状上来看仅仅表现的是咳嗽流鼻涕 并没有新出现其他的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 所以并不建议去大范围的调整药物 还是强调护理 如果他在这个感冒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相当症状 比如说咳嗽加重开始有喘 比如说孩子状态很差 很烦躁 很萎靡 饮食很差 等等情况 就是加重 对 这个时候应该去医院判断一下 再做相应的药物调整 好 咱们来看下一个 这位网友说家里的宝贝四岁了 说一咳嗽就特别容易恶心反胃 问这是怎么回事 咳嗽导致的恶心 呕吐 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常见 剧烈的咳嗽 往往会刺激咱们烟部的局部 引起烟反射 导致出现恶心 呕吐的情况 而有一些孩子 烟部发育的也不是很完善 烟反射很敏感 他不光咳嗽 他可能吃东西不对了 或者闻到异味 或者是哭闹 过度的喊叫 他可能都会导致他呕吐 对 甚至大笑也会 所以临床解决的是解决他刺激因素 比如说咳嗽 他不解决他恶心呕吐 他解决是导致他恶心呕吐的刺激因素 所以对于咳嗽以后引起的恶心呕吐 尤其是婴幼儿 或者是寻灵前的儿童 由于他烟部发育的还不是很完善 往往会出现烟反射比较敏感的情况 这是正常的现象 对 也不用太过的担心 那你就让他少咳了一点就得了 来看最后一条 问的是孩子五岁了 扁桃体发炎 气管有点炎症 问一下这种情况 吃偷包可以吗 如果明确诊断的 如果明确诊断的扁桃体炎 或者支气管炎 原则上是可以的 因为它整个的治疗基础 就是抗炎治疗 但是到这点 吃偷包合不合适 你这个扁桃体炎和支气管炎 是否就是肯定是细菌感染引起 最好可以进一步判断一下 对 要实验室这个报告 对 原则上这个是可以的 但还是别瞎吃药了 就是我主张的原则就是 你判断不了的 你说你这一句两句也问不清楚的 我觉得有医生 当然你还得考虑一些过敏因素 对呀 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偷跑在过敏史 或者家族过敏史 如果没有过敏史的话 如果你能倾向性的判断它 是由于细菌感染导致的 那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还是别用了 还是看医生 对 我的原则就是 我们不如问专家问医生 这医生在这摆着 为什么不问呢 是吧 所以就是这样 在这里特别提健康新主张 所有的观众感谢您 学医生 这个也希望您再次做客 我们这里 那当然了 如果要是这个 您自己家的孩子出现了 什么问题 这个这次我们没选中 或者说呢 在回答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特别简单 我教您怎么办 就是去找学医生看看 这个办法是最简单 最直接 也是最有效的 那在这里特别感谢您 谢谢 其实孩子生病 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发病的时候 特别的急 而且变化非常快 有一句话 就是翻掌之间 就是这样形容的 但是呢 只要就医及时 诊断正确 用药及时 好的也非常快 对 关键就是大家 别给孩子耽误了 是吧 更别听信别人说 咱还是应该到 医院找医生 给咱好好看 说得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内容 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 能将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 传递给大家 希望了每周三周四的晚上 十点十分 健康期间 首播 重播的时间 就是周四和周五的 上午八点两二三 和下午的十四点 健康期主张 我们够健康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